关心H7N9的禽流感疫情了 持续在蔓延 台湾也启动防疫机制 发烧要赶快筛减 疫苗最快7月可以上市 那么现在怀疑说病毒 可能是透过猴鸟传染的 所以呢 如果说鸽子多的地方 要集中管理 而且以后我们去 从现在开始啦 我们去观光景点 也不可以去喂鸽子的哦 不然的话呢 可能最高要吃上 6000块钱的罚单 撒下一大把饲料 引来上百只鸽子 抢着真实物 这个喂食动作 当心吃罚单 喂食鸟要开罚 因为最近潜流感疫情扩张 北市环保局担心 喂鸟造成环境污染 4月9号起要严格取缔 根据废青法 可罚1200元到6000元 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话 我们环保其实 包括这个环保义工 也都来参与 巡查员将在民众 常喂鸟的五个地方 包括中正纪念堂 华山 荣兴公园 蒙甲等 举牌劝导 一旦录影搜证 劝导不听 就会开拔 放冲天炮 想下跑鸽子 宜兰三星乡公所 防勤流感 也寄出补鸽策略 抓一只赏金五十元 另外中央流感指挥中心 要在四月底前取得疫苗株 确定采购案 依照目前第三级防疫等级 估计需要五十万剂 进行两个月的人体实验 最快七月量产上市 第一批疫苗将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和情缴业者使用 盼能有效防堵疫情 中间新闻林医生 张哲如邵玉米 台北宜兰采访报道